十大封号武帝之一 爵士虎飞扬在天荡山脉宇宙 于十五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明霄 开启了一场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旅 走 端木有欲单手掐绝 一股阴晕之气从手中升起 直接拍了下去 顿时一团白雾将端木仓和那水元素化形全部裹住 不断的升空并且变淡起来 维钦勃然大怒指着喝道 端木有欲 你敢公然违抗我 端木有欲道 非我违抗大人 而是此地真的是是非之地 久留必不利 不如我们换个地方谈谈 维钦冷冷地说道 有本座在此何来不利 要尽量拦下他 一定要将宁可为的尸体回去 端木有欲脸色微变 一掌拍向那白雾之中 你先走 那团雾气在空中一飘 就要消失在原地 公子月 别徒劳了 有我在此 你想带走宁可为 那不就是笑话了吗 姚金良一拍那藏云兽 顿时一道大吼正天而起 那阴波所过之处 空间尽数扭转起来 结成一个个麻花状 整个空间为之一宁 那团白烟也随之震散 端木舱和水元素化形的身影显露出来 姚金良同时一步踏出 瞬间栖身而上 一掌就拍了过去 端木有欲 面色如水 身上滑光一闪 一柄泛着无彩之光的欲齿 敲了上去 砰 一招之下 震得天地晃荡 两个人同时一退 呼 那藏云兽大吼一声 凶猛的冲了上来 身上浮光涌动 体积不断变大 眨眼间就化作 十余丈高的凶兽 扬起爪子 朝着端木有欲所处的空间 拍了过去 整个空间一下破碎 端木有欲和端木舱 都直接陷入无尽的漆黑里 藏云兽在猛烈咆哮一声 天地间剧烈震荡开来 无数空间像是一面面镜子 逐一碎开 端木兄妹的身影再次浮现出来 被阴波之力轰得连连后退 端木舱更是脸色发白 那水元素化形 在先前那一掌的微压之下 就已经爆掉了 只能自己护住宁可为的身体 姚金梁轻笑道 公子月 这些年来似乎没有多大长进啊 还是乖乖的放下宁可为 你们兄妹俩继续踏春郊游去吧 数千里外一处陡峭的山巅之上 一块光滑如玉的大石头上面 侧身躺着一名男子 头枕在手臂之上 安然入定 男子身材修长而优美 轮廓简洁典雅 紫色长衫 给人一种朝气蓬勃之感 他静静地躺在那儿 如同一尊绝美的雕像 突然空间微微震颤 男子周身的紫袍 在那轻颤当中抖动了一下 光洁的眉头上不由得折起了皱纹 他缓缓地睁开眼来 明眸似水像是一汪大海 也不见他如何动作 紫光一闪之下 顷刻间就已经站在山巅的顶峰 眺望着远处红月城的方向 哦 是姚金梁的那只大狗在乱叫呢 他也来了吗 男子皱起了眉头 沉吟道 姚金梁也来了 这下麻烦了 他不会有危险吧 哎 该如何是好呢 他让我在此地等候 自己却一去不复返 莫非出事了 男子满脸的担忧之色 在山巅上来回踱步 似乎拿不定主意 突然他的紫袍再次轻颤起来 远处的鹰波之力强大如斯 直接穿过数千里的空间屏障 哼 乱叫的死狗 男子眼中闪过一丝冷色 寒声说道 他既然不让我去 那就且罢了 我就先杀了这条死狗来玩玩 他脸上露出了一丝玩味 自语道 不会把姚金梁也引过来了吧 哼 管他呢 老子早就看这丝不顺眼了 他身上圆力一动 紫袍在空中舞动起来 大手凌空一抓 喝道 公来 山巅的上空随之一震 立即涌起风云 化作一道漩涡 滚滚云层之内 隐约又雷光闪动 随后一道电闪雷鸣 整个漩涡疏然裂开 一柄纯银香黄的巨弓 从其中缓缓落下 上面紫气萦绕 无数细小的宝石嵌入其内 如同周天星斗 啪 巨弓落入男子手中 比男子的身形还要长上几分 男子用手一摸 上面无数星光飞起 还有符纹涌动 两个偌大的鼓子闪烁其间 功名 碎星 男子眼中射出寒星点点 那平静的面容一下子肃然起来 双手搭在长弓上猛然 震臂一拉 无数星光一下子从宫中涌了出来 化作紫色星云旋转 一支开云剑缓缓凝聚而出 拉成满月 天空之上的太阳似乎受到这一功之力的影响 突然间变得异常耀眼 恍惚之中似乎生出无穷火焰在四周飞旋 嗯 怎么回事 姚星良和端木有欲同时抬起头来 往那天空望去 同时发现了太阳的异样 折伏在大地中的李云霄 一直都注视着外面的状况 突然间瞳孔皱缩 月瞳之内闪动着异色 吃惊地望着那烈阳 惊乌碧日 难道是他 李云霄的眼中闪过金王 不由地露出大喜之色 若真的是他来了 那红月城的变数就大了 围青也是脸色大变 立声说道 不好 是那个人 赶紧毁了宁可危的尸体 他的眼中露出金色 脸孔阴沉地要滴出水来了 自从现身之后 一直到现在 即便是和宁可为生死一战 也从未出现过这般失态的模样 那慌乱之中闪过浓浓的焦虑 姚金梁脸色一沉 凝视着那如火的烈阳 眼中一片阴霾 噢 藏云兽更是突然暴躁起来 狂吼不已 一圈圈的妖气从身上荡出 在空中甩动着身体 四周空间扭转不停 姚金梁梁猛然一惊 顿时怒火冲天 难道 他的目标是 呼 天地为之一震 一股绝强的力量破空而来 直接笼罩这一方天地 那藏云兽身上的兽海涌起无数符文 化作层层空间屏障 一下悬开 那千里之外 一道剑光追日 从天际积射而来 整个空间为之旋转 尽数化作那一剑之威 万古长空之上 星辰旦夕幻灭 端木仓眼中露出骇色 惊道 碎星宫 开云剑 玄化大人 端木有欲手中握着流光玉尺 眼中露出异色 左手掐指清算 自语道 奇怪啊 难道我地神千 推断出来的艺术是他吗 那这不利又是什么呢 他露出古怪之色 似乎觉得有些不对劲 姚金良一脸大怒 喊声说道 炫化 该死 他身上同样涌起无数光芒 一步踏出 与那藏云兽成击角之势 规则之力从四面八方狂涌而来 斗战胜绝 天祸 一股浩瀚美丽 从一人一兽身上涌出 凝成合击之势 像是地脉之中喷射出力量 狂涌入云端 一圈圈的原力波动荡开 四周之人尽数震的后退 露出惊恐之色来 大地裂开千里 李云霄化作一道光芒冲了出来 那一箭之威 像是彗星划过长空 狠狠地坠落下来 姚金良和藏云兽的四周 已经扭转得完全不成形态 那恐怖的妖力贯穿长空 两股力量终于轰在一起 天塌地线 一片黑暗 四周的空间完全变得混乱起来 各种恐怖的力量不断冲撞着 妈的 这种感觉又来了 李云霄的身躯 被那乱流之力撕扯着 一片金光泛气 苦苦抵挡 但他脸上还是一片喜色 果然是碎星之力 是玄化 四周尽是一片轰鸣 朕的耳膜疼痛 仿佛一切都是碎裂开来 力量如此混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云霄一惊露出骇色来 除了炫化的碎星之力 和姚金良斗战圣绝 急招天祸外 似乎还有一股力量 他的月童闪烁着妖光 往那漆黑之中凝视而去 这是 他差点失声叫了出来 只见四周景象完全变化了模样 那浓浓的漆黑之色 消散开来 整个天地竟然是一片山清水绿 白雾蒙蒙 幻境 怎么突然会出现幻境 李云霄大吃一惊 他可以肯定此地是幻境 绝不可能是时空变幻的逆天之术 不仅是他 同一时刻 所有人都是骇然不已 就连远在千里之外的玄化 也是猛然一惊 明明站在山巅 突然就变成了一片原野 这 这怎么回事 他百思不得其解 皱眉道 难道刚才那一件 太厉害了 直接变换了时空 紫衣飘荡 玄化拖着下巴细丝起来 自语道 虽然我最近是厉害了很多 但还没有厉害到这个程度吧 突然之间 天空上浮现出一片蒙蒙 隐约有金光闪动 随后金色越来越多 慢慢地往中央凝聚而去 像是有规矩的组合起来 那是 玄化一惊 猛然看清那金光锁宁 竟然是两个大字 太虚 身在一处山巅之上的端木有欲 抬起头来 凝视着天空之上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这才符合我的地神谦吗 他身旁不远处空间 微微一转 端木舱走了出来 手中还抱着宁可为的尸体 惊道 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幸亏我可以感知你的气息 否则就找不到你了 端木有欲 面色淡然 这是腾光的本命之阵 他可能快要挂了